奥运会 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梦想吧 四年对一个女子体操奥运动员来说 能坚持下来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真的就是会里奥运会就一步吃药吧 我也会咬牙坚持 因为必须顶上去 为了自己这么多年努力而战吧 在最好的时候做最好的自己 展现给大家最好的一面 训练的基础是咱们高高兴兴的 把咱们训练这个汗水给展示出来 咱们的目标是中间奥运会 现在是每一个脚步细节都非常重要 能够发挥出它们最好的水平 这就是最好的战法 上午10点 中国女子体操队的队内测验即将开始 这是最后一次的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队员们都显得有些紧张 你看我们老欧飘回来 小绿蜻蜓今天 我今天是一棵白菜 白菜啊 比这更形象 好 中国队 加油 好 加油 好 中国体操队队第三次 测验奥运显摩 现在开始饮运日常 十一名队员分成了两组进行选拔 其中七人都完成了个人全能的较量 几名队员为了控制伤病 并没有完成四下 虽然出现了一些失误 但队员们依旧表现出了不错的经济状态 21岁的张景 最终获得了个人全能第一名 今天测验自己感觉挺好的 然后就大胆去做要领就可以了 紧随其后的韦小元和卢玉飞分手相同 根据打破评分的规则 韦小元排名第二 卢玉飞排名第三 整体还可以 就中央有一项稍微有点失误嘛 后面调整的还可以 总体来说今天表现得非常好 咱们出现一些失误呢 这个咱们好好总结 但是团队的士气非常棒 中国队加油 当进队的时候呢 咱们人员上面比较短缺 就是有点在困境之中吧 这三年来吧 从世界上 从配备上 都比三年前要优化 要有很大的进展 三年前的夏天 乔良接过拼书 正式成为了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主教练 所以按照这个模式去练一下 按照比赛的模式去练一下 以教练员的身份 再次走进熟悉的体操馆 乔良有了不同的感受 手不用起炮了 对 有很多的 就是很多记忆在这个馆里面 在这个训练局里面 做一个教练的身份 来一个帮助年轻的一代 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老师的心愿 过去吧 我们可能中国运动员 就高频比较强 规格质量比较高 让乔良回来当比较一个呢 就是要改变我们的一些训练理念 另外一些在跳马和自由操方面的一些 技术训练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变化 乔良曾经是美国女子体操队的主教练 培养出约翰逊 道格拉斯 莱斯曼三名奥运冠军 请乔良担任中国女子体操队主教练 就是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子体操可以有所突破 08点以后呢 这个女队的情况在走下坡路 现在这情况并不是特别的乐观 而且我感觉非常的不乐观 但是呢这也是我为什么回来 愿意还个心愿的争取 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呢 从一个体操强国的这么一个风范来 你做得已经很棒了 你再突破一点你就是 非常轻松地去做 你掉什么眼泪吧不是 做得这么好玩军天 非常完美了 你就按照这么做我就非常满意了 好极了 好极了 喜欢她的训练氛围 很开心 大家是很积极向上 而且是个集体那种互相鼓励的一种 乔老来的不光带有技术 然后训练的方式 还有主要是团队的精神 整个女队就一起练通 一起加油 然后一起练力量 这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 2018年雅加达雅运会 中国女子体操队实现了团体十二连冠 和个人全能冠亚军的包揽 同年的多哈世锦赛 女团收获铜牌拿下了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同时刘婷婷在平衡目比赛中获得金牌 回来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的形式已经非常喜人了 但是从这个低谷走出来 不是说一下就能跳出来的 所以用这一滴一滴的汗水来完成每一个脚印 我还是充满了期待 来就好 2019年世界体操竞标赛 在拥有悠久体操历史的德国小城 斯图加特举行 虽然中国女团没能站上领奖牌 但是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 16岁的唐希靖表现出色 她在跳马项目有个小失误 其他三项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 在平衡目上 她克服了资格赛时两次掉目的心理障碍 完成得干净利落 最终唐希靖总分仅次于贝尔斯 获得个人全能银牌 第一次参加世锦赛 就追平了中国选手 在该项目上的世锦赛最佳战绩 意味着离东京更进一步吧 刚才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眼睛还有泪水呢 这个刚才唐希靖我们跑过来正面跑过来 跟我说一声谢谢 瞧瞧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就是被孩子高兴 不容易 很安静教练 安静训练还是 比较辛苦 还是那种 条件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不然他练到自己的水平 确实在自己也不愈太多了 唐希靖 今天唐希靖 确实表现出咱们中国 体操女队的风范来 把她的训练的实力 真正能够表现出来 在这个舞台上 非常为她高兴 也是非常为我们这支团队而骄傲 首次参加市锦赛的李诗佳和琪琪 也有优异的表现 李诗佳获得了平衡目铜牌 琪琪闯入跳马决赛获得第五 这三位2003年出生的女孩 让人看到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女子体操队的希望 但是强大的拜尔斯 依旧体现出难以超越的统治力 她以五枚金牌 结束了本届试点赛的征程 并增加了两个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难度动作 中国女子体操队 面向东京奥运会的备战 并不轻松 我们回去以后要握心肠胆 抓紧训练 提高我们自身的实力 虽然这次比得不好 但是我仍然对我们东京 对我们未来充满信心 2020年出 女队就兵分两路 一部分队员在广州训练 但是受疫情影响 6月12日才返回北京 另一部分队员 一直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体操馆 进行集训 延迟了一年 我们有一些临时的选手 加进我们这个团队来 他们有一些还有一些潜质 应该有些难度上的短板 特别是在跳马自由操上的短板 还要去弥补 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细细地去抠 提升难度 然后自己思想 动作的稳定性这些 此前获得世锦赛 个人全能银牌的唐熙净 在这个东西的备战 也更有重点 现在来说 世锦赛的话就是过去世吧 因为世锦赛比完 就一切清零 然后就想着备战 在东京安卫会 整个东西来说 要提高质量 还有就是把能力提上去 因为能力上去了 在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 还可以做好吗 我其实有点像蜗牛 虽然很慢 但是在动 从现在开始算 因为明年东京安卫 还有410多天 很快 其实真的很快 已经不允许 所以我想蜗牛 慢慢地往上爬了 因为你要真的想跟上别人的话 别人是大不留心地往前走 我还是想蜗牛往前走的话 我是永远干不上人家的 就是连别人的脚后根都挂不到 其实疫情对我有一种改变 想了很多就觉得 自己不能再想 之前不训练了 从哪改变 怎么控制意识 怎么像铁重 怎么自己调动 我现在就是先不想别的 先是怎么样能上团体 训练的成果 必须经过比赛的检验 全国体操锦标赛 作为疫情后第一场正式的体操赛事 是中国女子体操队练兵的好机会 早上九点 体操女队的队员们 来到酒店的走廊集合 进行早操训练 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早上呢 基本上内容呢 就是跑步 柔软 七地腿 我们加上力量 备在东京浪运会呢 每一天准备工作都非常重要 那咱们今天就由各种腰帘 从现在开始自己掌握 好 准备 欧玉珊是东京周期 最令人期待的队员之一 他基本功扎实 身体条件好 动作难度高 赛前训练中 欧玉珊的膝盖和脚受伤了 他退出了全国体操锦标赛 这对于本来就缺乏 大赛经验的欧玉珊来说 又少了一次实战的机会 当时膝盖伤害怕吗 不怕 怕你 又不觉得外衣伤得严重 要参加不了会怎么办 也没想 真想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那么严重 就他心里有数 他就不会害怕 他挺用本的 这孩子贼类吧 姓贼大 来 过来 痛苦了 忍忍一会就好了 欧玉珊是天赋比较高的运动员 他属于 但是他的骨骼 肌肉这种状态 就像有点像玻璃人一样的 训练的负荷量增大以后 他有时伤病也就出来了 现在这正在一步一步地恢复当中 虽然刘婷定在赛前一个月 还因突发水痘而隔离休养 但是他以资格赛第一的成绩 进入了个人全能决赛 并且成功未免 在东迅中提升了高低杠平衡目 和自由操三项难度的韦晓园 则在全能比赛中摘得银牌 特别特别紧张 然后上的时候教练就跟我说 要大胆做要领 然后放开做要狠 不能虚 想着发挥到最好 就没想太多领处 齐齐获得了跳马和自由操两枚金牌 管晨晨拿下了平衡目金牌 她有着难度高达7.1分的 平衡目成套储备 这在国际上都是一流水准 我对运动员的表现 我觉得非常地满意 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的 从小匠 卫小园 还有管晨晨 他们这次表现得都非常地 让人觉得有一种希望感 就是人才的厚度 团队精神 包括咱们团队能力的提升 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挺欣慰的 东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个东训 是从围期两周的高原训练开始的 为了调节队员们的情绪 更好地备战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子体操队来到了云南昆明 第一次来云南 他们都说来云南会有一点高原反应 但是我觉得还行 大架子的时候会感觉喘不上次 就是要喘很久 高原训练对运动员的心肺功能 有很大的提升 到这来已经进行两次 那个三千米的一个跑步了 因为准备奥运会 还有七个多月的时间 两周的一个转训 所以也是做好成套训练的 一个体能的储备吧 女队在紧张的训练之余 也有了片刻的轻松事故 女队在组练的衣服 然后是金尔山 为什一三年 队前的围结 神队超完 神队超完 祖生较 明镜超完 神队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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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时间啊 来了 游过来了 来了 来了 要不下去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般都是体操队的休息时间 欧玉珊来到了体操馆 进行理疗康复 每天都要做消炎嘛 就是做理疗都是消炎 从昆明回到北京后 欧玉珊在东迅的重点 一直是控制伤病 很着急 然后看着别人练 就心里也不舒服 但是也没办法 自己也练不了 老秀 本人还是只能每天做事了 他自己也着急 这孩子确实都不错 完了伤了以后 都好容易养上来了 自己也着急 其实都没什么大事 就是 说这个我就出汗了 他的跳马和自由超 他下来都是最好的 另外还是最高分 你现在跳马是缺的 另外他还有平衡目的冲进点 所以你一直掌握着练 女队将进行三场 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对于欧玉珊来说 需要尽快从伤病中恢复 我现在的伤病恢复得比较好 其他三项也在慢慢走起来 就超减了一点难度 也是因为脚的情况 然后木上的都挺好的 我这次全竞赛的计划是比四项全能 2019年世竞赛后 一直受伤病影响的李诗佳 也恢复了个人全能 其实动物的轨迹 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所以只要给你一点劲了 你就是能在那 就插一口气 对 就插一口气 插一口气 插一点自己就发力 回个自己行了 插个自信 知道吗 就插点自信 你要有自信的话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同样状态好转的 还有卢玉飞 21岁的卢玉飞 在六年前全国清运会上 一战成名 但是进入成年组之后 卢玉飞饱受伤病困扰 这不仅影响了他在国内赛场的表现 也是他错过了多场国际赛事 其实那个时候 就自己可能想的就是太简单了吧 就想法不是很成熟 然后每天就是训练训练训练 然后呢就是 然后就有伤病嘛 伤病比较多 然后每天就觉得挺痛苦的 因为伤病很 就是很难受 然后呢训练的时候又练不好 就每天就会担心 自己这里不行不行 然后呢 就感觉练不下去 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教练 还有就是那些我的队医 我每天训练可能就 因为伤病多嘛 然后呢下来以后 他们就会 就是帮我治疗嘛 然后呢就会说 没事没事的 很快就好了 然后呢教练也会就是每天帮我 就是说 嗯 没关系 你只要顶过去了 什么都不是问题 那个时候 她确实碰到了伤病 然后也泄气过 然后因为从我到国家队来 菲菲就一直 我就一直带着她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首先教练员是不能放弃 每一个就是想上进的孩子 当她碰到困难的时候 然后我们首先要顶住 来 这 买了 这 买了 这 买了 乔岛就是今年嘛 东迅一直在这里陪着我们 就一直跟着乔岛的计划 目标也比较明确吧 就是每一天 都要有每一天的就是进步 因为乔岛其实也每一天 都关注我们嘛 然后呢也给我们加油补进 然后呢我就觉得 就是练起来也没有那么的困难 然后呢就自己也就每天就 积极向上的去训练 菲菲算是一名队里的大队员 她的这个训练呢 都非常扎实 后面对她的挑战也比较大 因为你目标要是定得高的话 挑战就大 但是这个孩子从这个信念态度上 教练和教练的配合上 都比较实实在在的 所以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期待 为了提升自己的全能难度 卢宇飞一直在练习 难度分为5.6分的跳马动作 重圆720 可以啊 可以可以 动作要面没有完全到位 但是调整的还可以 加油 继续加油 这看着有点希望了 对吧 顶着好 稍微一点 跳马的对于咱们女队来说 打这个团体的这个仗呢 还是比较一个重要的环节吧 所以我们教练员来说呢 也在这方面也都投入的比较大 我觉得自己还是稍微欠一点自信 就是可能对动作 还不够放开做的 我对这个要领可能就很虚 然后到后来调整好自己以后 大力去做要领 因为动作有了要领 你自然会做好 我们在稍微花费一点时间 在解决意上心理上和技术上的问题呢 我觉得他跳马还是一个 比较好的先生 小老说什么是幸福感 就是一点一点达到自己的目标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参加奥运会 谈谈今天下午有什么感想 今天下午 胆大心细大胆座 还有一个结束音就是这样 谈心姐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今天下午 把平常训练的做出来 把平常训练都做了 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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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个训练的基础 现在呢是咱们高高兴兴的 把咱们训练这个汗水给展示出来 咱们的目标是东京奥运会 现在呢是每一个脚步 细节都非常重要 相信自己 好 今天上午就到这 解散 谢谢小老 谢谢教练 从五月到七月 中国女子体操队进行了三场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中国女团的奥运阵容也逐渐明朗 在2021年的全国体操竞标赛中 卢玉飞延续了训练的高水平 个人全能决赛实现反超 收获了金牌 因为就很少登顶奖台嘛 就是可能觉得自己劝切一个机会 对自己来说 然后呢这次也正好锻炼到自己了 随后她又在第三场奥运选拔赛中 成功完成了此前一直练习的跳马动作 重圆七百二 更自信了 然后呢就对自己更有把握一点 张景获得了2021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在个人全能银牌 并且在之后的两场卷拔赛中 都排名首位 这个孩子训练作风非常的踏实 现在目前的训练状态 是处在非常好的一个戏 这样对我们中国女队 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是非常有利的 保持住现在 以现在心态去比赛就可以 真的就是会聊 因为现在就一步之遥吧 唐希靖从年初的手掌伤病中恢复 第二场选拔赛获得了个人全能第二 她也在努力克服自己 进入状态慢的缺点 这几个动作都已经不错了 但是还是要再更好些 怎么在抗压力的情况下能做好成功呢 西西的状况 她现在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从这个技术 这个动作规格质量 还有这个稳定性 包括她的心理状态 自信心什么的 都是在逐步的提升 而且是一个非常喜人的状态 被寄予厚望的欧玉山 一直在积极地控制伤病 还是先保持着其他项目的成套训练 然后再看脚的情况 我也会咬牙坚持 因为必须顶上去 此前状态出色的李施嘉 很有希望入选中国女团阵容 然而她在训练中膝盖受伤 缺席了两场奥运选拔赛 在四川进行了治疗之后 她回到了国家队 继续进行康复训练 大家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前期我们不见了一些 劳损性的伤病 包括佳佳的在上海顶了一下膝盖 这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奥运会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地在调整 争取一个最好的技术状态 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 去促成奥运会 美国体操女队的显拔赛 也决出了奥运名单 贝尔斯领衔的美国女队 在团体和个人项目上 依旧拥有很强实力 跟美国队的难度比 我们还是有欠缺的 当然跟俄罗斯队比 这个周期我们平衡目的 整体的水平 包括规格资料还是领先的 美国队 俄罗斯队 包括日本队 东道主 也不能忽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对手 就是我们自己 整个团队的状况都非常的棒 我觉得技术我们练到位了 能把自己的真正的状况 调整到对家状态 能够发挥出训练的水平 那我们就是赢家 对家状态 这产品呢 对家状态 有没有不错 但是有没有不错 我们有不错 对家状态 我们都没错 感谢观看